哈嘍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 就是家里的挂钟外观都没有坏 甚至还很新然后也很喜欢 但可惜的是可能就时间坏掉了 就是换了新的电池之后 时间都不准或者是不会动 那这个时候呢通常就会换新的挂钟 就会把原本的丢掉 那如果你会换机芯的话呢 就可以省下不少钱喔 而且还可以保留你原本喜欢的挂钟 那我们今天来教大家要怎么自行更换挂钟的机芯 那像这种机芯呢都很便宜 可能几十块网路上买几十块 一百块以内就会有了 所以我们来教大家怎么自行更换 那家里的挂钟造型跟拆下来的方式不会差太多 就是找它有螺丝的地方就可以拆 像这一款呢它是四边有四颗螺丝 我们就试着把它的螺丝拆下来 那我把螺丝解开之后呢 把整个镜面拿起来 那这外框就可以先放着 那我们反过来 里面就是它手表的表面 就会直接看得到秒针分针跟时针 那我们这时候就徒手把指针拆掉 这是秒针 那通常时针跟分针会特别紧 如果你觉得徒手不好拆的话 就可以利用一点工具 那把指针都拆下来之后呢 就要把它的机芯拆下来 通常这边会有一个锁螺丝的地方 那我们把螺丝解开 后面的机芯就可以拆下了 那它这一款的螺丝是用这种凹槽的 就是这两边有个凹槽 就是你用一个这个扁的工具呢 固定这个凹槽 然后 然后 把后面机芯转下来 那我这样子固定住的时候 同时后面的时候再转 就可以让它脱离那个螺丝的轨道 我这样不好湿力 我把它放在桌上 你看这样我看到我手同时在转 这样子就可以拆下来了 然后就把这个螺丝的金属拿下来之后呢 这个机芯就拿下来 那你看它这个就是一个塑胶的 手表的镜面 那这个机芯就坏了 那我有买一组就是新的机芯在这边 那我们来试着装装看 因为每一款设计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大同小异 这是我新买的机芯 然后这是坏掉的 那这上面它有一个垫片 那我们把机芯呢 往后放 那记得电池呢 都是朝六点钟方向 就是你要把时间 把这个机芯的盒子对准时间 就是电池的地方是对准六点钟 那我们就来锁 像它这个机芯它就附两个 金属的这个 一个是螺丝 然后一个是垫片 就先把垫片上去 然后再把螺丝锁上去 那这个螺丝呢 它是六角形的 如果你有六角的工具 就可以使用那个工具 比较好锁紧 那我们要锁很紧之前呢 稍微再对一下 对准之后再去锁 就把这个螺丝锁紧就可以了 这样就把机芯装上了 装上之后呢 我们要来把 指针一一装上去 那先装的是 石针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帽子的感觉朝下 那像刚刚的那个拆下来的石针 它比较短 那如果你觉得是石针太长爱眼的话 这种 这种材质都是很软 可以微调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剪短 那如果你不觉得它长 只要不要超过这个镜面 你等一下可以安装的下去 要采不采就是看个人的 那个感觉 那你 石针一定比较短嘛 那分针会比较长 只要你长度对就可以了 看要不要采都看个人 那我把分针也装上去 那装上去的同时呢 要注意就是不要让 你看像这样子 看得到石针跟分针 就会打架 它们两个就会卡在一起 这样在走的时候 就会导致时间不准 所以你要把它微调到两个 是不会卡住的 然后再来我们再把秒针装上去 那我们会 把它们三个指针放在12点钟 看会不会互相干扰 像这个 这里它就会卡到它的尾巴 所以就把它往下压 就是这个微调动作就是 可以自行 把它微调到你觉得 它们三个都 有点间距不会撞在一起 之后再把它合起来 像这样子 像这个指针你觉得太长都可以剪 就让它们三个不要互相干扰到 这样才不会影响时间的准确度 那都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试试看 把电池装上去 看这样时间就开始走了 就不用再换时钟 直接换机芯就可以了 那装完确定它是会走的 然后可能等它走一下 你确定A三个指针都不会互相干扰到 我们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不然如果你还没有确定 指针有没有问题 就装回去 如果它有卡住或什么的 就要再拆开重新 重新再调整一次 所以你可以 稍微等它走个五分钟啊 确定还是走个几分钟 确定时间都是准的 指针没有卡住 再装回去 那装回去很简单 就是照你当初你家的时钟 你怎么把它拆下来 就怎么装回去 像我刚刚是这样子 像这一款它是有四个螺丝孔 那它壳的部分也有 就这四个 所以我只要对齐这四个孔 然后把刚拆下来的螺丝走回去 这样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觉得可以省下一笔钱也是不错 因为时钟你买 有牌子的可能要 一两千块都有 那比较没有品牌的可能也要好几百块 如果你今天会自行更换机星的话 是不是很方便 就是挑一款你喜欢的 挂中的款式 那如果它有问题故障的话 就可以自己更换机星 那如果在看我们的影片 然后你想要自行更换 更换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 这样就完成咯 那欢迎大家可以动手试试看 有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今天就先这样咯 拜拜